现在再度爆出了医护人员遭到歧视的争议 日前有一名护理师带着两个小孩前往桃园炉竹一家西餐厅来用餐 没有想到店家却拒绝医护人员进店消费 要求他们只能外带 这消息一出引起医护人员的不满 不过遭到点名的店家则是变称说当初是沟通上的误会 是建议客人可以外带并没有拒绝他们入内 还是为了表示诚意特别准备了蛋糕 邀请医护人员可以来店索取 不过这篇贴文再度被网友群起嘲讽 妈带着两名小朋友开开心心前往桃园炉竹一家西餐厅用餐 没想到刚进门两碗体温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竟然转头离开现场 原来店员要求医护人员必须得外带餐点 不得入内用餐 这让身为护理师的妈妈气得直接离开 一名网红医生不满立刻在脸书上po文提报 痛皮店家完全闻到浓浓其事的味道 走过了SARS 所有医护都明白家人孩子被有色眼光排挤的痛苦 离谱歧视医护人员的消息曝光后 网友一声踏罚 嘲讽餐厅店家说处处都有风险 所以建议业者先把店收起来 不要接触人群 还有人打抱不平表示 医护人员不能选病人 但是现在却被这样对待 请将心比心 店家出面回应是必须过滤静电的人 对于要求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员得外带餐点 完全是不得已 强调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敬佩医护人员并不是说藐视他们 我只是问他说你有没有医疗的背景 他就说那我有怎么样 我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改外带 老板急满解释当时只是建议医护身份的客人可以考虑外带 并没有拒绝让他们入内用餐 并从18号开始餐厅将全改外带 店家也发文道歉 表示没有歧视任何人 还是为了表达诚意 欢迎医护人员来店领取他们准备的感谢蛋糕 有网友就很酸 抱歉你们蛋糕太高贵了 我们吃不起 店家防疫爆出歧视风波 引发医护人员和网友群起炮火连工 这也让店家防疫尺度拿捏 可得思虑再三 记者林祝强桃源报道